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泳圈的弧形都批得特别完美 主打的就是一个一高人胆大 应该是为了尽可能多的保留女嘉宾的镜头 再比如 所有嘉宾背后的名牌下都隐藏着一个数字 每个人的数字都是唯一的 像卑鄙的数字就是5 但为了让杨云琴的个人战显得更合理 后期甚至把蔡徐坤的数字3 夺到了杨云琴的背上 让她一个人同时拥有3和4两个数字 由于批图工艺实在太过精细 让人真假难辨 还有网友怀疑 蔡徐坤是不是根本没有参加这期节目的录制 但从之前的各种路透照来看 蔡徐坤确实来过 只是人被媲美了 比如 巴提亚水上市集录制时 有游客拍到蔡徐坤和杨云琴 并排坐在船的最后一排 就在白鹿和王鹤地的身后 正式播出的节目中 这个位置却是空的 蔡徐坤直接凭空消失 仿佛根本没存在过 后期强大到 让人忍不住怀疑自己的眼睛 更觉得还在后头 就连蔡徐坤和所有人 紧挨着坐在一起的画面 后期都有办法完美处理 实际播出的画面中 王鹤地和杨云琴中间的蔡徐坤 消失得干干净净 干脆连空位都没有了 只有认真对比才能发现 众人背后的冲浪板少了一块 从三块变成了二块 连人带板一起裁掉了 有吃瓜群众感叹 这样的辟图水平 显直到了鬼斧神功的水平 后期的加班费一定很贵吧 一位自称是 奔跑吧后期的网友 在评论区表示 负责批图的主要工作人员 每天每人可以领到 6800元的补贴 轮流通宵八天才减完 此外 还给他们额外找了帮手 每人每天的补贴是3100元 由于各路人马的慕名为官 这一期节目直播收视率 一直维持在0.9的高水平 仅次于上一期的1.0 位列周五晚间Top1 又是后期打工人立大功的一天 值得一提的是 负责后期的小哥 在这期节目中还意外出镜了 当时的他根本想象不到 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最后 局长想说 这种消失的艺术 以后咱还是尽量避免吧 不论是影视剧演员 还是综艺节目嘉宾 都该谨言慎行 注意身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 少一些他房的负面 多一些正能量的示范 放过普通的打工人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